本集由全台貓腳印店家香港PERS Club 馬來西亞丐牙卡店以及北京卡拉盒 廣州廢材貓成都Fan Club 贊助播出 快點要我哩 到Portown買Code 快速又安全 叔叔帶買還有折扣咯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芒果的國際版賽制排出解說 今天來解說我們的轟雷金剛星 那這一張的話雖然說S2有出 但是之前已經有出過PORMO卡在鐵盒裡面了 來第一招 直接從牌組任意拿兩張基本的草系寶可夢 然後放到你的後排 那這個的話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用 來第二招打220滴自己會扣30滴血 然後重點就是我們的VMAX 打血量330滴 哇相當的硬 第一招打50 那第二招呢 就是我們整副牌的這個核心 核心招式打130滴 你可以任意的丟掉自己身上的草能量數量 最高只能丟三顆 那丟一顆可以打50 所以說我如果總共丟三顆可以打多少 280滴 哇三神直接秒殺還不錯 好那其實就會有人問說 欸芒果可是現在VMAX 或者是有巨大墜事的情況下呢 很多TACTIC我們秒不掉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VMAX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一拳擊殺怎麼辦呢 這時候芒果就來搭配我們的這個暴擊紋啦 哇終於派上用場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搭配 來第一招打30後排也穿30 這時候你只要打個兩下就夠了 甚至說你兩下都有可能直接摸掉 對方的小隻的寶可夢 是有機會的好不好 那如果真的摸不掉 你就直接打在他的這個核心的寶可夢身上 讓他的血量只要低於280 只要低於280就夠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好不好 那他的話呢 因為血量260說真的也沒有那麼好秒啦 好不好 甚至說你 我用芒果放3隻 你甚至可以第一隻打完 這樣Switch換位換別隻繼續打 都可以都可以 那對方可能就浪費一張板木老大 來抓你後排那隻受傷的 來殺來擊殺 這樣都會死嗎好不好 來第二招打190滴 那下回的攻擊力剩下60點 那我覺得這一招應該是用不太到 看情況啦看情況 來GS的話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來打50滴 那如果急殺掉對手的情況下 可以多拿一張獎勵卡 如果身上有 我覺得這太難了啦 身上如果有7顆能量 額外7顆能量的話 可以多拿3張獎勵卡 那我覺得這個的話 一定要天選之人才有辦法做出來的吧 我覺得好不好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個敲鷹猴 進化成我們轟雷金剛星 第一彈的受限卡 來特性的話 一回合一隻可以使用一次 從牌組拿兩張 草基本草量貼到你的寶可夢身上 一隻寶可夢 那就是貼給我們的轟雷金剛星 或者是暴擊紋自己看情況好不好 好那就是充能手段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草球 草球放到4張 這不用講吧 拿能量鋪場都是非常有用的 那寶可夢交換通訊 就是為了拿我們的這個轟雷金剛星 這沒問題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拿你的這個 暴擊紋或二階的都可以 一階的都可以好不好 那仙機球芒果也放兩張 可以幫助鋪場 來糖果放兩張 其實我覺得這兩張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考慮要不要放 因為反正我們也沒有說很急著 第二回合一定要蹦出來 因為我們就算第二回合沒有蹦出來 我們的暴擊紋也是可以持續做進攻的 這樣動物意思嗎 好不好 那一張一張 Switch放到3張 那其實你想 我其實有點想放到4張 我覺得也是都可以 好不好都可以 好那 TAK哨子的話放兩張 可以抓我們的暴擊紋 以及我們的TAK10的人物卡 好那草場放一張 可以幫助自己草系寶可夢 怎麼樣 回復負面狀態 以及補血60D 再來就是這個來新的 這個草路競技場的話 就是直接從牌組拿一張進化的草系寶可夢 拿什麼呢 拿我們的轟雷金剛星VMAX 或者是怎麼樣 一階的或者是二階的都可以 看情況好不好 看情況 那板木老大兩張 然後哈拉古芝麻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拿場地卡 有沒有看到 場地卡以及我們的特殊能量 特殊能量的話呢 我們可以拿異獸能量 直接用我們的暴擊紋 60D 30D那邊穿 所以說你看60D的話 其實真的有機會直接把對方幹掉 甚至說你60D對方 結果沒有跑掉 那你可能開GES把他打掉 那我們拿兩張獎勵卡 剩下的後排的可能 Tech Team 或者是什麼東西 我想像VMAX可能殘血 不是說殘血啦 血量已經達到了280以下 那這時候我們只要打掉他 那基本上應該就 勝券在握了吧 是不是 好吧 勝券在握了 好那再來的話 水連瑪要放一張 然後瑪麗三張 博士四張 這個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 來巨大追試 就是裝給我 裝給他 好不好 可以讓他多挨一下的話 也是試一下 好不好 不然有點尷尬 260 再來的話呢 我看一下 來保護能量 因為我們整副牌頭怕火 我覺得放一張有放有保佑啦 至少我們如果真的能拿出來的話 不要說後手直接被對方的火box 直接秒殺嘛 是不是 好 那這副就是芒果組的 暴擊文加上轟雷金剛心牌組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啦 想要買Code或是禮盒序號的粉絲們有福啦 現在到Portown網站 挑選你需要的商品 確認數量後 再進入結帳前 右下角的優惠券 填寫Mango 立即享有5%折扣喔 電2鋼水 嗯 好 我們看一下什麼 我不確定 好 對方先喔 那這副牌其實我覺得先手後手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覺得都還OK 哇 沒怪喔 那最好的情況下當然是暴擊文在前面 對不對 暴擊文在前面是最好的 好 看一下對方什麼牌 那等一下直接叫敲英雄出來 三神喔 三神好 我覺得三神我可以表現到這副牌的精髓 我覺得可以 都先 啊 算了 我覺得先不要下才對 好 三神換你 現在 呃 蒼翔跟三神還是很夯齁 還是很夯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配誰 有鋼有水 應該是蒼翔喔 在拆的 裝備無效 你看我場地不該先下了 我錯了 我剛剛想說下了 乾脆我直接博士 我想說不要好了 好吧 這一手不好 這一手真的不好 不過沒關係 因為三神打我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拼秒殺 好不好 就是要拼秒殺 OK來 GX吧 他秒不掉我就沒問題 嗯 我想一下 讓我想一下 讓我想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這兩邊要抓 抓掉 我覺得他等下 直接把木這隻把我幹掉 我覺得啦 我有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我再做一隻好了 好 他可能會直接抓出去打吧 我在猜的啦 高機率 哎唷 妖精器 什麼東西啊 他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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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尾是不是 我直接打喔 然後衝給 哦 好好好 這樣可以 這樣我覺得我 我還扛得住 我扛得住 我扛得住 可以 他殺我四隻 再殺這兩隻 所以我這隻不能死 我這隻不能死 我這隻我不能死的情況下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我必須丟這兩隻 這兩張 Swoosh換上去殺掉 好 能量要貼 來丟這兩張 三張我想一下 啊我應該丟曹能量的 算了 因為我覺得他還是會死啦 我覺得啦 我想一下怎麼打比較好 180 180還是會死對不對 所以我貼給他好了 媽 貼給他好像也不太對喔 哈哈哈哈 好啦特性吧 沒辦法了 多拿一張喔 多拿一張喔 三四張 我現在的話 他剩多少 220 220的話 我要打220的話 打多少 220的話 拔兩顆對不對 好拔兩顆 1 2 2顆 230 他勢必要殺我這隻 他勢必一定要殺我的這個暴擊蚊 他現在要贏的方法就是殺暴擊蚊 再加一張 一張這個 再加一張小隻的才會贏 對不對 好我這個已經出來了 板木 所以說他如果不殺我這隻 他就 輸了 他應該就輸了 他如果殺掉我這隻 我 也 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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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會拿雙槍吧 我在猜了 應該會拿雙槍 雙槍殺這隻 哇這隻好尷尬喔 好果然雙槍 哇 想一下喔 對方好順喔 而且我覺得他配九尾不錯 那感覺真的不錯 好 咚咚數 欸 那你雙槍 先用掉再咚是不是 好 先雙槍 喔先殺他喔 那我覺得 你 要先殺他比較好吧 我覺得殺他比較好 我覺得他殺錯隻了 你們會殺誰 你們講講看 他殺掉我就印章他了 齁 他殺掉我就印章他 好鋼古丁 能量 拿一拿 他現在瘋狂壓牌 好 水量可以丟了 水量用不到 水量用不到 好 死掉了 那就換他上去吧 拿四張齁 欸這張好刺激喔 我的媽呀 我想一下齁 他殺我這隻 我會輸對不對 180 我想一下怎麼打 場地 裝備 特能 都沒用了 我這個用不到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還是得殺他 對不對 好 就這樣 就就就就 就只能這樣子啦 好不好 各位就只能這樣子啦 先不要貼好了 1 2 2 230 對 230 好 1 2 看他有沒有神抽囉 他如果有神抽天能量加 加 加板木 加板木我就輸了 這隻 哇 就輸在他欸 尷尬 哎唷 水啦 各位 有沒有看到 哇 VMAX的威力跟血量 真的是 就是連蒼翔都拿他沒轍 你們各位有沒有看到 蒼翔拿這個 VMAX的血量真的沒轍 因為太硬的硬邦邦 哇 我怎麼沒有開這個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 轟雷金剛星加我們的暴擊紋 其實我覺得combo還不錯 各位可以去考慮看看說 欸 我這樣搭配的話 還要不要更好的選擇 有沒有發現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如果你喜歡這種主法的話 你可以試著玩玩看 自己去調整 那我覺得我已經調的還不錯了 還不錯 至少combo 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都看得懂 是不是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 現在我們的轟雷金剛星 加我們的暴擊紋 暴擊紋 補打點 那他這個轟 就是打到我們的轟雷金剛星 可以做280的擊殺的階段 就夠了 這樣懂意思嗎 好啦 這combo很簡單 就這樣子啦 好啦 我是少年豬 在非洲的芒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